前段时间有粉丝拍到了王一博出行的照片 造型非常的独特 看的样子应该是去录制节目的 后来大家猜测是不是去录制这就是街舞了呢 经过证实确实是去录了这档节目 毕竟呢王一博现在比较的忙 所以呢一有空闲时间他就安排好工作 王一博啊特别喜欢跳舞 他自己也说过街舞还是蛮厉害的 这可不是王一博自己自吹自擂 他的街舞水平啊确实受到了很多业内人士的认可 包括参加一些专业的比赛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要不然的话呢也不会被邀请到这档节目当中去做明星队长了 王一博现在实在是太红了 人气特别高 俗话说人红是非多 王一博现在呢也面临了这样的局面 王一博的粉丝都知道啊 他也不是一帆风顺走到现在的 之前呢面临过全网黑 长时间的指责和谩骂 甚至导致了一博不爱说话 逐渐变成现在这种高冷的性格 好在现在呢有粉丝陪伴 一博啊也变得越来越开朗了 然而最期去参加这就是街舞啊 却出现了一些谣言 说王一博比武输了之后 竟然对节目组和导演发脾气 那么这件事情究竟是真是假呢 官方又是怎么说的呢 主要部分呢是不相信的 对于王一博的性格 大家还是比较了解的 他虽然高冷不爱说话 但是脾气啊却非常的好 尤其是对待前辈 哎那叫一个尊敬啊 平时去剧组拍戏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就是挨个问好鞠躬 完全没有明星的架子 要说他对导演发脾气 那万万不可能相信的啊 到目前为止啊 节目组还没有对这件事情做出解释 就在大家猜测的时候 日本的Queen舞蹈家团体官方发文了 表达了对这一次来参加节目的一些想法和王一博的看法 同时对于目前传出的王一博发脾气也做出了澄清 在微步当中 Queen舞蹈家团体官方啊 首先向大家致歉 然后因为疫情的原因 一些日本的舞者没有能够参加第一轮的录制 表示非常的遗憾 接着呢就谈到了王一博 原来啊 王一博在这之前和Queen舞蹈家的官方呢 有过接触 对于他的舞蹈实力官方是十分的认可的 所以非常的期待着和王一博的见面以及比拼 接着官方团体呢还小小的透露了比赛当中会跳舞 但是究竟是什么内容呢 还是要等到播出之后才会知道 最后官方团体呢特地的强调了 关于王一博白头输了发脾气这件事情 纯属谣言 亲自辟谣请大家不要相信 除此之外呢 日本的Queen舞蹈家团体官方呢 也是非常的感谢节目的推广 相信在这就是街舞播出之后啊 一定会有更多的舞蹈爱好者喜欢上这种舞蹈 非常的高兴能够来参加这两节目 在这一则微博发表完之后啊 粉丝们也终于放下了心 虽然节目组呢还没有发生 但是Queen官方的澄清的话 无疑就是最有力的证据了 其实对于粉丝而言啊 大家自始自终都是相信王一博的 无论传出什么样的谣言 粉丝们都不会相信的 王一博换发型了 撒脱长发换成了清爽短发 整个人的气质都变了 感觉回到了学生时代 王一博即将主演的是 行侦缉毒剧冰与火 为了配合剧中人物角色的需要 不仅剪短了头发 还增加了肌肉训练 为的就是演好陈宇景观这个角色 真的好期待哦 在近日王一博新剧冰与火 开机的发布会上啊 小哥哥一款轻松干练的短发 搭配黑色T恤 清爽干练少年感十足 硬朗帅气的景观造型 阳光又英俊 此前呢 王一博一直是留着长发造型的 总是一幅酷帅的造型 如今剪了短发之后 不仅剪零了 还更加的显得阳光气质 发型对于一个人的气质形象 改变是非常之大的 好的发型堪比整形 网络上面有一句话说的 非常的到位 发型不对 颜值报废 对于王一博这种颜值 高气质好的男生来说 什么发型都hold得住 但是不同的发型 带来不同的风格和造型感 紧了短发的王一博 干净利落 流畅的肌肉线条 令人心动不已啊 穿上警服的王一博 更加是英姿飒爽 一身正气 从之前的潮牌男神 变成了严肃冷峻的陈子 哎呦 这跨度可不是一般的大 非常的期待新剧热播哦 tighten 绽子 第三次 两个肌群比剩小 三 ghost 第一次 这一个肌群 stor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